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是直播时间 今天我就会介绍一些便利店买的饭团 你看到这里很多 我买了6个 这个饭团有什么特别呢 这家饭团我在一间便利店叫做New Days New Days在日本也很普通很普通 基本上在所有的货车站JR的货车站附近都有 吃完都饱了 我也是一半的 未必吃完全部 这个New Days在JR的货车站都有 里面有很多自家品牌自家製的东西 比如饭团有些小食零食 甚至乎有些便当那些都有 你看到这里有6种不同 因为大家平时看到饭团都是三角形的 这个全部都是圆形的 你看到全部都是圆形的 全部都是用北海道的产品来做的 圆形的比较特别 不是我们平时见饭团 所以变成了有些感觉上是不同的 我先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蛋味的 你看到New Days的Local 一个很浓蛋味的饭团 饭也是煮过有味的 你看到有颜色的 待会大家可以试一试 这个就是和风的Tuna Manyones的Tuna 那些饭全部都是做过的 不是我们平时吃的白饭 你看到 是有味饭 是有味饭来的 是 跟着这个虾和海鲁 还有加上饭也有些 不知是蛋还是熟悯 我们先看看 那些饭也是整个的 这些饭 这个就是整块三文鱼的饭 这个应该是白饭来的 是整块三文鱼 另外这一个就特别一点了 这个就是盐的猪肉团饭 猪肉团饭 你看到里面是有些 类似猪肉的 盐烧猪肉片 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 小一点 另外这个就是生的雪鱼子 雪鱼子 即是好像那些叫做 明太子那些 我想类似是 是的 明太子 这个就是河街道的 北海道的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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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这里我今天试六样东西 给大家一齐来 看一下 看看有些什么 什么不同 你看到 那我先试一试海鲁先 虾的 这个包包得很漂亮 还有那个形全部都是圆形的 不是平时我们吃三角形的 所以可能大家就少见了 那其实日本饭团那些 它有很多种 那除了是平时我们吃三角那些 它圆形都有的 这整个 这整个 掉了一些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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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掉一些粟米 那我切开来吃 因为整个很大块 所以我要切开 切开一半来试一下 你看到 都很厚 你看到饭 中间有的虾 另外有的熟米 还有呢 饭是用汤煮过的 所以饭是有味的 那我试一试 它这些饭 可能用上汤煮过 一粒一粒 就是不会黏一粒 平时我们有时吃的饭团 会比较黏一些 那这个就是一粒一粒 那有点像我们 香港人吃过上汤煮过的饭 那个感觉 是用汤煮过的饭 那另外有些粟米 还有些葱 那这个味呢 就淡一点 就不是很浓 比较淡一点 淡味一点 所以我就 先试这个 那 会不会很散呢 它又不会很散的 因为 因为它的饭 始终都 就算给汤煮过之后 它冻了之后 都会黏起来 但是呢 就没有我们平时吃开的饭 那些饭团 那些那么黏 那会比较一粒一粒一点 那可能米不同 它用北海道的米 所以跟平时吃开的感觉是不同 而且它也有很多这些粟米 那些粟米都很甜 嗯 就是不是我们平时的 因为日本 我也有吃过日本的粟米 就这样买来煮来吃呢 都很甜 而且有些粟米可以生吃 那些生吃呢 不用煮的 就这样吃都很甜 还有很多汁 那还有你那个 粟米的心呢 都是很 很甜 是 所以很不同 北海道的米 我又没有正式 真的特别吃北海道的米 但是如果比如我这样吃的话 就好像比较上是 就是干身一点 当然是在煮点煮法 还有是 它每个地方出的米都不同 饭味不同 那当然我不是很清楚 每个味道 但是比如我吃开 我喜欢吃就是吃这个新舍 新舍的米就真的很好吃 那么饭味是很香 很浓的 所以一吃下去就知道 就是 大肉都会知道 可能是新舍那里来的 它的味道是比较特别一点 其他的味道是没有 我自己吃了就没有那么浓的 感觉上 不开道的米就通常 感觉上都不是太浓 那个饭味 但是 它的材料可能就有些不同 所以我们先试一下 好 那接着 好 试一试这个 三文鱼 切了一半试一下 这个就是白米了 但是是粗饭来的 我闻到 是粗饭来的 是粗饭来的 没有啊 没有芝菜没有生菜 那粗饭来的 这个是粗饭来的 没有啊 没有芝菜没有生菜 那粗饭来的 那粗饭来的 嗯 那粗饭来的 但是它不是全生的 是有些像烟三文鱼的味 但是没有烟的 那粗饭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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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也是很清淡 很清的 嗯 还有三文鱼好吃 嗯 虽然它是没有熟 是半生熟 但也很香 很美味 那它用醋叶过之后呢 那感觉上就 黏身一点的 就算三文鱼也会黏身一点 但是黏得是干的 就不会有汁 就真的是有些像我们平时 你吃花那些 就是买的烟三文鱼 烟熟的那种感觉 这个就比较淡一点 因为它没有烟味 醋的味道挺浓 好了 我就试一下这个 盐味了 这个就真的很少吃了 盐的猪肉 有点汁在这里 我先切开来试一下 盐烧会不会很咸 它又不是很咸 但是它也有个汁的 盐烧得来也有个汁 这个汁也是有点味 就是试到有点味 它就不只是只是盐烟 也有少少汁在表面 你看到这里 它里面也是有些汁 所以它也不太干 它是一个属于盐烧酱 盐烧酱的东西 所以它也有少少汁 它里面也有少少纸菜 纸菜碎 还有很大块 你看到是一块猪肉片 猪肉会不会很干 应该就不会很干的 你看到它因为有些汁在里面 所以也不太干 所以也应该可以的 它这个 虽然是盐烧酱 它汁有少少柠檬汁 好像平时我们去吃烧肉店 盐烧之后就点少柠檬汁 它是一块猪肉 有那种感觉 挺有趣 酸鲜 而且也很濕 完全不干 因为它里面有个汁在里面 所以完全不干 嗯 这个好吃 这个就像在烧肉店 烧成烧肉片 放在饭上 而且饭本身也有些味 饭本身有些味 它有些 类似像我们那些炸菜那样的东西 是在饭里面 也有 那本身饭也有味 所以也很香 嗯 一般有客人其实都是即日的 这些饭团不可以放过夜 通常呢 它们这些都是 早上一早做了 其实你 晚上下班之前 所以他们有时 下班的时间 它们就会减价 即是卖不完 因为它们不放得太久 不可以放太久 所以变成 如果你想买再便宜些 减价的时候 一天之内就一定要吃完 就不可以等 那这个炎烧的 挺好吃 我觉得我自己挺喜欢 是 因为这个 很少吃到这些饭团 是有这个感觉 是 炎烧 是 还有这个我看看是多少钱 这个都是加上 所以是168日圆 168日圆 168日圆就是等于 10元多些 11-12元 12-12元都很值得 我也觉得很值得 这一只饭团 包了紫菜在中间 我先切开来看看 你可以看到 切开了之后 很漂亮 它做得很漂亮 不会散 里面就有一个 雪鱼籽 其实这个雪鱼籽 其实就是等于 明太子 明太子的感觉 你看到就算我切开了 也很实正 它不会散的 你看到 切开了之后 也不会散的 整个 所以它做得OK的 是的 饭 所有东西都 还有这个 很强调是北海道的 北海道远的铲米 所以我都 这个真的是白饭来的 我想就没有加其他东西 没有像刚才那些 用汤或者用sauce做的那些饭 是的 你看看 看不到这个 整个鱼籽 先试试 嗯 嗯 真的吃下去像明太子的感觉 但是味道没有明太子那么浓 没有明太子的味道那么浓 淡一点 但是都是鱼籽的感觉 那种鱼籽的感觉 都挺香的 挺香的 通常大家都会有吃的 基本上平时我们做的都会有吃的 但是就 你这样放到饭团里吃 我也是比较少一点 通常是明太子比较多 明太子大部分都很容易买到 便利店 还是市场 但是这只鱼籽就比较少一点 嗯 嗯 而且咬下去呢 你那个雪儿子呢 都是好像 很实正 不会是一坨东西 很散 它都是很实正 没有辣味 没有辣味 这种是普通味 好吃 而且这个呢 它是普通白饭 所以变成都挺好吃的 因为 它是普通白饭呢 而且它是着重用北海道的米 所以那个 它的质量也是 一粒一粒的 是的 不是平时我们吃开那些 比如你去那些 普通便利店买的那些 就是比较便宜一些 100日圆那些 它们那些呢 有些饭是会很黏的 一坨 那样 那就可能用些米 没那么漂亮 那这些米更漂亮 就真的一粒一粒 试个蛋先 不要再试这个 试这个 试这个 吞拿 吞拿鱼 是 麻洋 麻洋尼斯的吞拿鱼 是 纸菜包住的 那我也是先切开 看看 那切开了 你看到 那里面 就是这个吞拿鱼 还有这个 麻洋尼斯的 是的 我们看到 那些饭呢 就是用 用酱 用酱 和用汤煮的 所以是很深色的 你看到 那我试一试先 嗯 这个饭就黏了很多 好像有些 黏饭的感觉 这个饭呢 因为可能是用汤和梭煮的 很黏 所以里面有些黏饭的感觉 还有里面的麻洋尼斯 那个吞拿鱼 有点像我们吃开 吞拿鱼三分之 那种 那种 平常我们买开吃吞拿鱼三分之 里面的那个 那个感觉 但只不过是在饭里面 那饭本身的味道 就不是很浓 有一点点味道 用上汤煮的味道 用上汤煮的大酒 或者有点酱油 大酒 不是太浓 那那个麻洋尼斯 和吞拿鱼就强一点的 嗯 嗯 那这个就 味道浓很多 味道浓很多 味道浓一些 而且是 黏身很多 有些像万鱼饭 有些像万鱼饭 是的 那么它就会黏身一点 这个黏身一点 就没那么 比起之前我吃那几个 那些饭就一粒粒粒一点 这个就会黏身一点 有些像 吃饭那种感觉 但是都可以用味 如果吃浓味的东西 这个都可以的 够浓味这个 好 那我们试一下这个蛋 这个是特农的蛋 特农的蛋的饭 是的 这个饭也是 是的 有煮过 就是用汤做过的 煮过之后 你看到里面 等于蛋包饭那样 里面有茄汁的 是的 那上面有一个蛋 那些日本的蛋 那里面有茄汁 是的 那些饭也是 有少少煮过的用汁 真的像蛋包饭那种感觉 蛋包饭的饭团 那里面有点 你看到里面 我试一试 嗯 嗯 嗯 这个蛋是很浓 很实正 是的 那这个饭也是跟刚刚吃完的 吞泥鱼的饭一样 也是黏一点的 是的 黏一点 有点像粒饭那种感觉 中间有一些茄汁 所以也很浓 嗯 这个有点特别 因为这个 比较少吃 嗯 这个比较少吃 嗯 嗯 是的 那我试完啦 试完这里有这么多个 那我 放出来先 再给大家看一次 我再放这些寿司出来 因为我每一个都试了一半 那 当然很饱 吃完了 等于吃了很多碗饭 是的 那这个每一个 其实每一个都大约是 八几日子 每一个都是八几日子 左右 是的 所以其实都 都叫做很划 是的 其实都算是 都算是很划 我觉得 因为如果 你这样的 这样的价钱 那如果你当一个 午餐吃 你喝完一个 呃 呃 那其实都 都都都真的 很划 是的 是的 所以变了你想想 如果 日本其实你的选择是真的很多 饭团 那这个呢 就是那个 猪肉 鹽烧猪肉片 那这个就是那个 雪鱼籽啦 这个就是蛋包饭的 饭团啦 那这个就是那个 嗯 Tuna Manyones的Tuna 那这个就是 虾啦 那这个就是三文鱼 是的 那你见到其实 这样吃 这儿都一千元都不用 就算六个 是的 不用一千元 那其实就已经很饱了 你几个人吃都可以了 你可以分享一起吃 那你见到呢 他们的饭 那些料呢 其实都很新鲜的全部 呃 香港 差不多价钱 不过 香港就算贵过 都一定没有这儿那么好吃 还有这一个系列 其实比我试过 之前其他 譬如我在 七十一啊 或者在Family Mark 买的那些呢 这个是真的好吃很多 无论它的饭 料啦 味道啦 都是好吃的 还有价钱也是OK的 因为有些 譬如你吃的那些叫做 那些三文鱼子啊 那些呢 其实饭团都很贵 二百多 有些卖就三百多日圆一个 那如果你这些 全部都是百多日圆 百多日圆 因为全部自家制 所以变成是真的好抵的 是 那你放在这儿 其实你这样都好像寿司那样 你见到 我也觉得值得推介 那当然这个是期间限定的啦 那它内部中 就会有些不同的 那现在这个 season就是出这些 而且主要是做这个百海道的 的批评啦 是啦 你见到 是啦 好像一个寿司碟 那如果我 给分啦 就是觉得 如果我自己最喜欢吃 我最喜欢吃 我就觉得这个猪肉啦 这个 这个猪肉 这个我觉得很特别 好吃 味道啊 各方面都OK 那我觉得是 好吃的 那至于虾这个呢 虾这个就是正常啦 正常一些 普通的 因为它的饭都有一些味的 这个都清一点的 淡味一点的 那夏天吃OK的 那三文鱼也是啦 三文鱼都很新鲜啦 还有醋味啦 就是喜欢吃醋饭 寿司饭 那个就OK的 那另外蛋包饭这个就特别一点啦 那可能你刚才你都说 小孩可能喜欢吃点 那如果喜欢吃蛋包饭 就一定没问题啦 这个 那这个猪肉都好吃的 我都很喜欢吃 因为这个是 无论饭啦 还有那个 吞拿鱼啦 各方面的配搭 都OK的 那这个都好吃 浓味咯 浓味点咯 那另外这个呢 就是 如果你喜欢吃的鱼子 那个就适合了 因为饭就是白饭来的 那但是鱼子呢 味道很浓 就是等于吃的那些明太子 那如果我自己首选 今次就是这个猪肉片 这个炎烧猪肉片 这个饭团 跟着就 吞拿鱼啦 那那个啦 那跟着就 这个啦 这个是鱼子啦 看不到 这个是鱼子 这个啦 那其他那些都好吃的 那整体上来说呢 我都觉得如果 整体上要给分的话呢 我都觉得这个是 整体上都起码有 七八十分 整体 那你说如果 价钱性价比那些价钱 加上这个味道 和presentation啊 各方面的东西呢 那真的超值 那我今天介绍就差不多啦 希望大家喜欢啦 那我亦都希望大家看看 如果在香港 你可以找到一些类似的 你可以试一试啦 就是可能你在Eon 或者在Donkey 不知道 你可以买来试一试 但是我肯定相信 饭 就一定不同了 那还有味道啊 各方面都是不同的 不过你都可以买来试一试的 看一下 那个味道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那我在这里试了 刚才这几个就真的 我自己都比较 在日本都少吃到的味道 那还有那个combination 那个配搭呢 也都是 不是经常见到的 都算是挺特别啦 所以介绍给大家 那好啦 那今天介绍就差不多啦 那下次live的时间 再和大家见面啦 那多谢啦 下次见 拜拜